当于我心 望向国潮深处 当于我身 入海国潮巨浪 何以为潮 潮由我来 国潮嘛 就是现在大势所需 大家都希望能够弘扬 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 但我不希望这种潮 是一种像潮流一样的潮 就是流行也很快 然后你被人遗忘也很快 古琴不能坏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我是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看到古琴 能够听到古琴的声音 对他有熟悉的了解 褪去传统华服和妆容 自得情社 其实是一群8090后的 年轻人 应该等一下 等一下 过来了 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意思 因为古琴一支 都是比较小众的音乐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大型的综艺晚会的录制 所以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 26号上海音乐会的准备工作 这一天 古琴往左移吧 古琴移 再移 古琴太靠前了 再往那个头 这里要形成一个圆弧 那个头的位置肯定不对 头老师要再往那边转 对 好好好 保持这个角度 陈希和小叶 你们两个一起往前移 往这边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这次实录了 大家打起精神 好开机 第一个弹幕爆炸的时候还是还是有点有点兴奋的吧 《追伤度》其实已经是十几个作品之后的东西 所以就是对于弹幕爆炸这件事情没有太多感受了 人言烧不露熟 老不出窗 可究竟为何 听我为你一一道来 当你第一次来到成都 就能感受天赋之国的包容勇善 让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中国传统乐器大合奏 配以考究的服饰 在创意的拍摄手法下 构成了如同画卷般的画面 结合各类传统文化元素的视听语言 又融入了时下流行的说唱元素 俏皮地呈现出了鲜活的成都市景风貌 在成都刷爆全网 收获国内外网友无数好评 这其实已经不是自得勤设 是第一次靠着鼓琴演奏的视频出圈了 《全力的游戏》 那是第一次弹幕爆炸 看是16年的6月份传的 正好电视剧集中了 所以我们即兴地随便改编了一段 就觉得大家还挺喜欢的 他们可能对于西方的魔幻的故事 用中国乐器弹 就觉得很新鲜 说是弹出了武侠的气氛 也挺怀念那段时间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练起 然后改编移植什么的 还都是针对鼓琴上的 对其他乐器还处在一个 刚刚开始了解 然后跟原来一起合作的乐手 也都是即兴演出 就是反正挺舒服 惬意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过程 不拘泥于传统演奏题材 而是把中国传统乐器古琴 作为一种语言 去创作更多元的文化作品 这是自得琴社出品最大特色 但在成立之初 自得的视频创作方向 其实并不是这样 短剧那个更早了 那个应该是2015年的5月30号 发布的第一集 那个时候其实我拍这个片子的 主要目的其实还是为了 讽刺这个古琴圈里的一些现象 就是有些人装神弄鬼的 还有一些这种假装是 打着这个传承古琴文化的旗号 然后在骗钱的这些人 就是心里面的这股怒气 无处宣泄 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是觉得古琴不能坏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所以就是拍这么一个短剧来去讽刺 你的琴放肤 里面有我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那一份其实也是唐斌的投射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是在演他 但他要拍戏没有办法 然后等到里面要弹琴了 后来就会让唐斌来做我的手提 所以就是等于是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弹琴是我嘛 他主要是负责表演 我也不擅长表演 我对着镜头会紧张 比较擅长拍摄嘛 所以就是他来演比较好 大家其实也挺喜欢的 但是也都集中在圈内 就是因为圈外的人他其实是看不懂的 就哪怕是明月权他也看不懂你里面的这些梗 后来就拍着拍着其实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 就是觉得老骂人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批判坏的不如告诉别人什么是好的 这样这种方向更积极 下一个 然后之后我就改变思路 这个账号就是会传一些 我们认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然后用这个美的方式来去影响大家 多创造一些美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或者让大家习惯美食的什么样子 但是有这个标准在呢 可能那些不美好的东西 自然大家就容易分辨 或者自然慢慢就消失 自得情社推出的视频 让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传统文化也可以这样有魅力 中国渊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同样可以迎联新时代的潮流 我们的浮光量增加了 我们的合作机会也增加了 然后很多人对我们的期许也提高了 他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 或者有更大的影响力 线上的爆火 让自得的成员们开始思考 怎么利用日益壮大的影响力 去推广中国古清文化 他们计划在线下举办 服装复原演出的音乐会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大家比较有共识 就三观比较一致的是 就是哪些事情我们可能不应该去做 就是我们可能不应该过度宣传 滑装虚虫或者这方面的东西 那真正我们要把琴瑟做得有多大 多赚钱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一直都没有这么考虑过 那唐斌像他就是拍过电影 也提过广告之类的东西 那关于视频啊宣传方面的东西 他可能就做得比较多 因为服装造型的都比较困难 然后又需要拍摄那个舞蹈 所以不太好一镜到底完成 如果你现场一镜到底的话 五个人只要有一个人 在某一个时刻出了一个问题 这条镜头就白拍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棚里面 把五个人单独拍下来 然后在后期坐在一个画面里的 先拍乐器 也许全部拍完以后 就能拍到一个问题 最后拍舞蹈 每拍一条去检测一下 画面的有没有问题 就来回看 因为这个拍出时间比较仓促 就只有一天的时间 所以必须当天拍完 就是不能有闪失 所以我们不太敢在外面足捧拍 那个来回路上 耽误太厉害了 对于自得勤盛的作品来说 表达的主题可以是多元 但承载其的艺术本身 细节都应该力求完美 舞者的姿势 来源甲骨文的象形元素 设计逻辑 脱胎于神人唱主题本身的 西汉乌文化背景 服装则是专门定制 参考汉木出土丝织物 古画桃涌等进行设计 颜柯的考据 大胆的结合 才成就如此震撼的远古乐舞 那个扣气功能量非常大 做了有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和甲方之间的一些交流上 可能出现一些障碍 所以导致这个工期有一些延误 鞋北其实我设计了一个 就是超线式的一个切术 就是这个舞者跳完以后 他那个人消失了 就是一件衣服的 这个东西在甲方看来 可能会有这个 舆情风险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镜头 可能不适合放出来的 但是这个镜头是这个 神唱这个题材的故事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人最终 雨化升天了 如果他只是跳完舞趴在地上 那就很奇怪 他们后来想了想好像也说得对 还有我们就是发了一个预告 预告里面的这个B站里的粉丝们 都很激动 我其实有很多曲子 不是说命好提以后 马上我就去写什么的 其实是有很多时候 是平时积累的 就是我有的时候 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节奏型 或者是就是很简单的 一些旋律的这种 像那个动机一样的东西 就是可能这几个音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节奏型 用口哨吹啊 或者是 就是用那个 就是阿拉伯数字 来去标它的那个音高 对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会给自己发很多这种私信 自得情舍的作品 基底一直以来 都是弘扬中国古兴文化 表演形式去又是多样的 但不管怎么变和不变 呈现出来必须要有趣 今年的上半年 因为疫情嘛 我在嘉定的这个基地住了半年 就觉得创作和拍摄什么的都会比较方便 然后女儿正好也不上去 就是正好他就在这边 然后我就在这边在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在四楼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在旁边一直在转 拿着这个风车转 然后我当时在写这个旋律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会想到他在旁边转的这个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主题旋律和这个是很贴合的 每次转的时候中间都围着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有时候只是单纯觉得有趣 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意义 爸爸 我今天买的小桶桶 真好看 你妈妈给我买的呀 妈妈在我的室 这个室你给我买 爸爸给你买的那个什么 就是降落伞枪 超厉害的 这个枪打到天上掉下来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降落伞 还真的行 先把这个降落伞很小心地把它塞在一起 小时候经常给他买枪 他也很喜欢玩 可能跟我自己也喜欢有关系 但是他自己他确实也感谢自己 太低了吧 太低了 再试一次啊 唐唐再试一次啊 看爸爸的啊 看爸爸的啊 太刺了 后来我发现他更多的时候更 给他买的枪越多 他越喜欢女孩子的玩具 对 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 就是他确实在音乐舞蹈上 是有天生的这种直觉感受 但是他确实也不爱练琴 现在再让他学钢琴 然后 基本上是脸红带片带梦的 才愿意抬一抬 小孩子学不了鼓琴也太小了 手也不够大 然后指甲也长不出来 大 对 空大 好 好 我们再来啊 背 走 琴社 顾名思义 就是教授鼓琴的地方 早在2014年 自得琴社成立之初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更多人 认识和学习鼓琴 这一直以来都是自得琴社的初心 学鼓琴的人大部分以前没接触过其他乐器 那么很多人觉得我们鼓琴就不用学乐理可能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 它还是需要使用到我们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 它其实也是一个媒介通过鼓琴我们把音乐呈现出来 为了造福更多想学习鼓琴的人 自得还推出了网络课程 使更多人体验到鼓琴的魅力 不同位置的摄像头可以切换 方便进行弹琴手法的讲解 做了这么多年的视频 其实最初的目的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最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认识鼓琴 了解鼓琴 只有越来越多人学了 基础大了这个乐器 才有更长久的发展空间 否则的话 学的人越来越少 那乐器最终肯定是会消亡的 所以我们的目的 我觉得最初的目的就是 对 你事实上 打开 对 对 2020年是上海音乐厅建成90周年 自得琴社受邀在新馆开放之初 举办一次音乐会 这是自得琴社首次举办 线下服装富人形式的音乐会演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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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 我们又配一招 每一件乐器 它能够发出的最大的音量和最小的音量 这个东西叫做动态 大鼓动态假如说有这么大 那么它最轻敲鼓边的声音 和用浑身的力气敲的声音的音量动态也这么大 那么鼓琴是多少呢 鼓琴可能就这么多 你怎么能够让这样大的动态一个东西和这么小一个东西 放在一起听 还能够听得到 互相听得到 然后力度什么流地都感觉得到 这不是单纯的你把鼓琴放大了就不 你把这种修一修 你不能只给鼓琴扩 如果只给鼓琴扩 那听起来鼓琴就是另一个空间的东西 那所有人都要扩 那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这种小的麦克风声音去试它 而且这个乌渡鼓两侧都有声音 一侧是打击面 一侧是屁股上的低频的声音 一个乌渡鼓就要装两个声音器 这是什么道理 就是声音其实是非常难的 第三句不是剑满 第三句是跳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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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有我以前的影子 我们两个很多时候就是六项兄弟 就像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 escaped 拍的 但是我们导一个撕来不这样 就是 然后就跟观众鼓掌 你又疯了 不要啊 跳舞 他们要赶紧检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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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一 二 三 四 你是可以把她的天虎激发出来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开心 你知道她能够奔发更好的动画 她也知道自己能够演成更好的演奏家 来 来 来 我们那个OK吧 小剑 我们该OK了 好的 好的 学姐 说明你在家从来不练起 你要练的话应该每天都是懂的 在现在 麻烦马上练 关一下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 要弹的和演的东西记清楚就不会出问题 就是怕这个明天化妆太辛苦 然后可能会走神啊什么的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我该怎么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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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她说的发型的话叫做马记 这个的话是圣唐天宝晚期比较流行的一个发型 之前也给白老师做过 这个叫雀跃眉 就是你可以看到她眉毛像两万星月 所以叫雀跃眉 那今天是属于一场演出嘛 最适配大家的 就是大家觉得自己画的最好看的造型 然后给大家做 所以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感觉的话 就是是一个唐代各个时期的一个融合的感觉 赶紧啊赶紧啊 坐好了就上来 准备好啊 准备好啊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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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人上台 紧张肯定紧张 我不用感受它们我自己都很紧张 第一首曲子的时候我手都是冰凉的 我再推调一弹 我的手比台子还凉 我都觉得那个推子是热的 是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真的是头一次复原的一个演员会 真的是头一次复原的一个演员会 的 嗯 那个真的是 游水里来最好的一次 比我们的视频的 录音作品都要好 不用观察 那感受得到的 都是这样的 那一定是好 就是自发的这种鼓掌 停不下来的 而且能够感觉到 他们后面那首曲子 演了一半 他们还在底下音乐 这个就确实是太成功了 以至于成功到 导致下一首曲子 都没人听了 小党里的那个小伯 小伯在你的那个打之前 我这里面的东西就有 我当时愣了一张 好玩了 那你能跟下来有什么 有逼吧 我还想骂你 现在还想夸你 我硬跟了 你不能怪我 我当时你没看 我愣了一张吗 他那个最唱完 最后一段他掉拍子了 我以为他是紧张了 慌了还是怎么着 后来一问 他是他的那个耳机 耳反坏掉了 没声音了 还是硬跟着跟下来的 本来应该骂他的 结果被人家夸他了 这边这边好准备 三二一来 古琴在中国存活三千年的乐器 他肯定有他独一无二的魅力 而且这种魅力我觉得是可以跨越时间的 潮是什么啊 潮就是来得快怎么着啊 去得也快 我们不希望变成国潮 一旦是潮流 它就一定会过时 我们希望就是淡淡地 就一直把维持这样挺好的 爆火出圈的古琴演奏视频 使得自得被新闻媒体贴上了国潮的标签 其实对于自得琴事来说 不是他们在迎合国潮的概念 而是国潮文化的兴起 使得这样愿意钻研推广古琴文化的一群年轻人被发现 他们用琴的语言 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朝气和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